好 这个黄佳迁他曾经说 婚姻曾经陷入非常严重的问题 但是他在外面还是声称 我们过得很幸福 那其实外面这种假面婚姻也很多了 然后他说其实我的婚姻里面 完全都是假象 在沟通的过程里面 他坦言他一度忍到快要内伤了 我好痛苦哦 我的婚姻越来越糟糕 我家里好不快乐 虽然做了很多努力 但黄佳迁说 有一天夏克力还是选择离开了 离家出走一个月 就在南方离开的那个晚上 他跪在地上嚎啕大哭 一边祷告 但也就是在那一刻 他也看到夏克力也在哭 这才发现黄佳迁伤害了老公 也惊觉自己的问题是 害怕老公看到他不好的地方 害怕对方不爱了 所幸夏克力一个月后回到家中 黄佳迁也学会对丈夫诚实 虽然双方还是会吵架 但已经学会 比较学会会沟通了 忍耐 黄医师听完有什么感受吗 其实我研究了一下 这个黄佳迁的这些相关的影片 或者是他所讲的话 其实我都觉得前后矛盾的相当多 也就是说他虽然是不见得 每个演艺人员都会这样子 可是其实我觉得 他说他的婚姻里面充满着假象 我怎么觉得他从小到大 假象都很多 所以他其实有一点是把自己 就是催眠了去习惯 去接受那个假象 然后就落入了一个轮回的忍耐模式 可是事实上人可能可以忍一年两年 可是他没办法忍这么多 忍十六年 那我为什么会这样说 是因为我看到一个很特别 比较震惊 我看到他说 他描述他自己曾经在这个学生时代 可能中学时代 受到在这个学校里面的霸凌 他就说突然可能就被学姐 叫去这个楼梯间 然后就是要霸凌 他就是要 就是可能遇到太妹 看起来是这样子 他比较特别的是 他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危机 或者是说纷争的时候 他其实有解释 是因为他的家庭是都不纷争的 所以他没办法去面对那个争吵 争执 可是你看到他怎么样去面对霸凌 他是说他就 他就把眼镜拿下来 跟学姐说 我知道你们要打巴掌 你们就一个人打 我就给你们打巴掌 打完了我要赶快回家 那所以黄家谦 我觉得他对现状的问题就是 他喜欢美化 不应该美化的事情 怎么说呢 因为他说他拿下来打完之后 他说因为我是要赶回家的 我家里的爸妈对我 那么准时回家这件事情很在意 其实在那个状况之下 被霸凌 甚至被暴力的这种行为的重要性 远比回家这件事情来得重要 可是他把它美化成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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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好孩子 然后我也要赶 我就是赶快回家 所以你们赶快打完我 打完我这件事情就没有了 然后我就要回家了 那为什么说叫做美化 因为事实上 他在节目的最后讲完这一段之后 我看来是蛮心痛的 他说其实我当下也觉得很勇 自己我觉得很勇敢 我在看没有一点勇敢的 就是说你都被打 你没有报警 你有告诉老师吗 你有告诉爸妈吗 然后他就说是这样子 然后结果接下来就是说 你好 他说到他转学 他转到下一个学校 一样被霸凌 然后他再怎么解释 他被霸凌的原因 他说因为其实他是比较 就是美女型的 校花型的 那所以会收到很多情书 所以这个可能其他的女性 就因此看他比较不喜欢 可是我会觉得很奇怪 你看他又是一个美化 他为什么被霸凌的原因 他美化成是因为我漂亮 然后男生都喜欢我写情书 给我所以其他的女生不喜欢 可是对我对女生的了解是 女生其实不太敢欺负那个 很多男生都喜欢的女生 大家会说林志玲的坏话吗 根本不敢 所以所以我觉得他在面对 他的问题很可惜 是说他前面就抱怨说 那个家长管他很严 爸爸管他很严 可是后来又抱怨说 其实都没管他 这件事情其实就已经有一点 就是说你不知道 他的要求点在哪里 他没有办法去想 就是说遇到困难的时候 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困难 没有人教他 所以他用他的方式 而且其实你在看他的访谈 他在面临这个婚姻挫折 他是很大的挫折 所以他可能接受了婚姻咨询 然后看了很多书 你看他讲出来的话 后来变成怎样 你前面会觉得 我一看就知道他是接受过婚姻咨询的人 因为因为婚姻咨询师 心理医师都会教我们讲这些话 他说你不能只想到自己有错 你不能想他有错 其实我的错比较大 我应该先检讨自己 这边到这边都没有错 可是他接下来讲的话又美化了 又美化的意思是说 其实我的老公我就是他就是我的老公 我就是要爱他的缺点 接下来他都自问自答 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是会产生一些委屈 但是没关系 这不影响我的底线有没有的问题 所以甚至后来可以认他自己 把它美化成就算有外遇问题 那也不会影响我的底线 换言之他已经无意识到就是洗脑自己 催眠自己成为无底线的女性了 可是一个人以他那个条件 怎么可能是没有底线呢 所以他就会产生很严重的 这种冲突跟矛盾 然后我觉得有时候是 也许下克力也很为难 是因为你看到同样处理 霸凌的方式 黄嘉谦是从小到大 是这样被霸凌 这样面对问题 然后他说 他说的也很也也蛮心酸的 他说他是努力型的 他说他不是说拿到这个稿子 背一次他就会 他说要背一百次 那曾经一开始在做演员的路上 他虽然很喜欢演戏 可是竟然一开始演戏的时候 人家戏全部都删掉 可是他那时候的解释 一般的人就是会觉得说 不会吧 我这么努力 为什么不给我机会 通常会有这样的抱怨 可是黄嘉谦在荧幕上 还是把他内化成说 没关系没关系 就算把我全部删掉也没关系 所以他这个也是在忍耐 所以到后来就会变成说 你看同样他们的女儿 说据说也遇到霸凌问题 所以说可能在年纪 不晓得几岁 小小的时候出去 可能跟幼儿园 还是什么年纪的小朋友 一起玩的时候 因为他的女儿是混血儿 所以可能讲中文 不是这么标准 所以一出去讲的时候 就被周围的小朋友笑了 好那这时候黄嘉谦的举例说 那夏克力就出来了 没有做事 就出来跟那群小朋友讲说 你们笑他口音不好 对不对 可是他会说英文 那你们会说英文吗 那所以这些小朋友 就一哄而散 对我们不会说英文 所以他口音是这样 所以你可以很明白的去体会出 就是说他们面对问题的处理方式 是不一样的 那我觉得也没有说一定是好 或者是不好 可是很明显的就是 黄嘉谦的处理方式 到后来是 他没有办法洗脑自己的 比如说要我洗脑 我的老公去外遇也可以 我说过能者多养 有些女生是可以接受 老公是外遇的 可是绝对不会是一个月 只能存共同户头 里面存三万块 然后花自己的钱 从自己的户头出来的时候 还会说那十六年之后 我可是亏大的男人吧 那这怎么能接受呢 一方面洗脑自己说 可以接受外遇的 可是事实上能接受吗 他的行为不足以接受 那能者多养 到底要存多少钱才可以 投票 投票 新闻娃娃有YouTube频道 请大家搜寻 新闻娃娃娃 或者扫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 开启小铃铛 请大家继续分享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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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娃�